好,我们现在已经渡过河岸了 接着上一集的视频 现在我已经乘坐小渡船来到了迪拜河的南岸 这片区域叫做Bordoban 是迪拜最老的城区 走出渡船码头就是一个传统阿拉伯集市 这里曾经是游客摩肩擦肿的繁华街区 但由于疫情的原因 现在看上去一片萧条 这次全球疫情对迪拜这样一个 以旅游为主要产业的城市 造成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特别是接上一些做批发贸易的店家 早已经关门打击 只有一部分经营旅游纪念品的商铺还在营业 好多无所事事的店员 看我从身边走过 眼睛里面冒绿光 但是话又说回来 之前做过一集关于黄金街的视频 那里依旧人潮涌动 果然无论在什么时候 人们对黄金的爱 那都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呀 其实这片集是蛮有韵味的 特别适合一些女孩子来拍一些文艺的照片 而且店铺里都卖很漂亮的围巾 不过我也给您打了一个预防针 这儿的商人那可都是打搭的教育 以后您要来这个市场 如果想买点东西 那可得甩开膀子上架 只要砍不死 就往死里砍 英语不好一点没关系 只要你会在计算器上按数字就行 最重要的是气质 狭路相逢勇者胜 就用中国大妈的套路 恐怕能反把迪拜小贩套到连裤肠都不胜 现在这片市场没什么人气 但到处都是小猫咪呀 看这小眼线 就知道这对母女绝对是亲生的 嗯 果然任何雌性生物都喜欢在漂亮的小裙子和包包旁边晃 这迪拜的小猫咪呀 那就一句话 盘亮 调顺 退来事 完全不像在国内 你这一胖啊 你接着都是弯猫猫青猫 我分析了一下啊 为啥我们中国的梅药型人总是有点飘呢 恐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养的是猫 阿拉伯人啊 他养的是猫科动物 这里外里一比较啊 中东的小猫咪 他就知道这山外有山 猫外有猫 态度也就因此端正了很多 所以他凑过来找你 那哪能有什么坏心样呢 无非是想亲亲抱抱举高高罢了 啊 他咬我一定是这个原因的 我长得这么靓仔 而且给他按摩又这么舒服 面对这样才貌双全的人类 动摇了一个喵心人的价值观 他无法理解一个用两条腿走路的生物 竟然会比他还优秀 路火中烧 但打又打不过 只好上嘴咬我 不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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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萍水相逢 而我是一个志在四方的浪子 你是挽留不住我的 别继续跟了 个子安好吧 行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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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路狂奔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集市 贵旧在心中一闪了过 转眼间前面就是一个阿拉伯古堡 这是法科迪城堡 可谓是迪拜王室的荣星之地 现在它的内部是迪拜博物馆 感受疫情的影响 博物馆大门紧闭 我有点不开心 不过看到它门口的两门大炮 炮口冲着脑袋 我瞬间冷静地下来 感觉也没必要这么沮丧 古堡旁边还停着一个传统阿拉伯翻船 他提醒我别浪费时间了 还得继续我家浪 又低头走立道路再抬头 这又是一艘船 原来是一个赛艇啊 我的心情很激动 赛艇旁边又是几座阿拉伯传统老房子 乍一看 跟我们西北几十年前的土坯房 好像也大差不差 但是我发现瞬间被打脸 迪拜当地人专门给你扒开一片墙皮 让我来看看 感情这土坯房是拿珊瑚给雷起来的 如果说法国人显示优越感 就已经叫凡尔赛了 那这迪拜人炫气富来 又该怎么形容呢 好吧 下一集我们就继续探索这片神奇的地方吧 大家再见